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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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Dee 歡迎收看二寶欄1 ES 現在我哼哼便靚了 來到便靚一定會介紹一些美食給大家 我就叫了我一個朋友 他是便靚人 我正在走去找他 後來便會介紹一些便靚美食給我 這就是我的便靚朋友 Jonathan 你帶我去吃什麽 帶你去吃 咚咚 黃色 咚咚 咚咚 我就在這邊賣了 有什麽這樣厲害 你不是帶我去吃福建麵嗎 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 好像是北馬第一間 唯一一間咚咚咚咚 嘟咚咚咚咚咚咚就是以前他們老人家 他們一直在那邊 啱嘟咚咚的那個麵 吃的每一個 它們就叫它還成桃達 咚咚咚咚 就這樣一直扩大家都 對 它的聲音 咚咚咚咚 frequencies 所以它們就是 ri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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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t 我们试试看 Let's go 好啦 我们就吃完这个 滚烫米 是不是很好吃的耶 口感很一流 它这个面的口感 真的是很Q弹 Q弹到 在你的嘴巴 会弹来弹去 嗯 没有吃错耶 没有介绍错耶 真的没有介绍错 不单只是它的面很Q弹 它的那个汤 汤都很清甜 然后很平准 很足料 所以它是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们喜欢吃 滚烫米的 来到Benang 一定要吃这个 这个 港式粥性米 港式粥性米 OK 下一天要带我们去吃什么 下一天带我们去吃 冰城的著名的亚伴 所以是非常的道地的 道地的 信你了 Let's go Let's go 今天蓝天白云很美哦 天气美美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吃鸭饭 听讲这个鸭饭必吃啊 董拉登讲 来到冰城 一定要吃 不是那个鸭饭重要 不是鸭饭重要 不是鸭饭重要 是那个鸭饭的酱重要 真的 所以我们等下去购买酱吗 可以哦 我不会看他老板 可以不可以装作一个 酱出来就好 我们吃一口酱 我们就跑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 吃鸭饭的地方 要锁 它是完全没有招牌的 我看到了 看到了 踏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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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阿哥鸭 已经到了 是不是这样厉害吃过才知道啊 他叫怡保人 来冰链吃像样的东西 你讲对不对 一早吃鸭饭米 下午吃鸭饭 OK啦 两个都是相当的 第一个很好吃 它是没错 我又看一下这个鸭很饱 他讲这个酱一定要点 就应该是鸭酱 我们以保那个鸭酱 很咸的啊 这样 咸咩 点太多了 点太多了啊 他这个鸭酱 他这个鸭真的是很香 撒到很香 然后他这个鸭酱是比较重口味一点 比鱼饱的更重一点 是好吃的 我们冰城的吃东西 都是比较重口味 冰城的吃东西是重口味的 如果你们是来到Binang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个 黄色鸭 然后吃一下 他这个鸭酱 这个鸭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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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要配那个饭 是会比较可口 现在我们配这个饭吃 加这个鸭肉再加那个酱 应该那个饭 会把这个鸭肉那个酱 综合一下 非常好吃 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地方 七条路啊这边 七条路 来吃什么 你来冰城哦 你讲七条路没有人不知道 他们一定会带你去的 所以就是游客来的地方啊 它是冰城道地平民的位置来的 但是游客也是很想来的 因为这边 应有尽有 应有尽有啊 美女游啊 你要鸭鸭鸭 你要炒果条也有啊 美女有啊 美女有 后面一个 现在我们来吃鲜鱼 鲜鱼 鲜鱼是什么鲜鱼啊 鲜鱼哦 它是一个鲜鱼米粉 不是不是 你们会想象说它是一个鱼来的 是哦 不是鱼来的吗 里面你是看不到一只鱼的 那是什么 它是一些 我们冰城人讲 刀瓜 豆干啊 然后一些饼 那种很厉害的 怎么叫鲜鱼呢 做什么叫鲜鱼哦 这个我没有去演出过啊 这样奇怪 等下我们问了 等一下问老板 为什么我来教你 Let's go 来到了 所以这边是巴萨 后面呢 这边就是巴萨 这边就是巴萨里面的餐厅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去餐厅 哇 果然是很道地啊 我今天还来到槟城的巴萨 槟城巴萨里面的美食 一定就是美食了 我相信那个 我相信啊 每个州的巴萨里面 都有隐藏着一个很厉害的美食 对 是不是 是 好像一把就是这样 满柠檬 哇 美食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那个鲜鱼 一条路鲜鱼 好 我们要鲜鱼道 它在旁边了 这就是鲜鱼道 真的是叫鲜鱼道 真的是叫鲜鱼道 对啊 真的是叫鲜鱼道 这个老板也不懂为什么才叫鲜鱼 这个老板也不懂为什么才叫鲜鱼 真的是阿公阿嬷的年代 他讲阿公阿嬷叫鲜鱼 比较鲜鱼道 比较鲜鱼道 真的是没有鱼道 它是没有鱼道 有点像那个印度的鲜鱼道 对对对 印度鲜鱼道也是这样子的 只是味道不同啦 可是它那个砂锅 配一点炸料 有点像印度鲜鱼道 对对对 它很像 好我们坐下 然后再试看好不好 我朋友呢 就讲阿安来这边吃这个鲜鱼 还有喝这个罗汉果 是非常好料的 有时候是不喝罗汉果的 他讲这个罗汉果 跟我们的鱼饱罗汉果不一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不懂啦 喝一下就知道了 罗汉果是来了啦 我感觉是一样啦 那个罗汉果 喝一下先啦 我感觉是一样 没有罗汉果的味道喔 是不是呢 甜甜的 没有罗汉果的味道 是不是它里面还有一些 有咬东西的那个东西 Jelly Jelly 这样 hem 它是糖 它像是那个 獅 shaping 您's smoking 铃鱼饮 可是它是没有老众 罗汉果的味道 OK 可以接受 这个罗汉果可以接受 北长歌 它这个是鲜米 他的酱好像是葡萄浣 很浓浓 嗯 好吃 一餐跟它的 冰菜叫板光 是啥 豆干 沙果 这是豆干跟那个沙果啦 板光 它们叫板光 可是我看起来是沙果啦 它是沙果 沙果 它这个酱哦 很像米勒布斯 它是土豆酱 它是用土豆做的 所以是甜甜 甜甜很开胃啊 这是餐料豆干的那个 湯果 是这样 很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味道很错 很混合啊 你看它的料啊 它是没有味道 可是它跟酱的味道是 很重 对 味道很重 对 对 来 Jonathan讲 这边有个 我不会讲华语是怎样讲啊 京城人是叫它是沙果叉 沙果叉 沙果叉 它讲已经是四川了 如果啊 这个婆婆没有做了 就是没有了 只有这一档到了 七条路才有不了 到了我们这个 差不多要吃船的这样子哦 嗯 我说的话是叫那个 什么 沙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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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试试看 到底是什么了 今天又吃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沙果叉 不一定啊 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它里面这个哦 好像是草灰的 可是它这个是里面是透明透明的 你看啊 它是透光的 而且它是好像Jerry这样子 看起来是蛮好吃的 有点辣 嗯 它这个跟茶柜是差不多啊 可是它是 它里面是Jerry来的 Q彈 Q彈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 味道也炒到很香 很够味 很Q啦 还没有了 不错的 来到这边要吃特别的东西 可以吃的是沙果叉 沙果叉 沙果叉 很特别 真的特别 刚才那个鲜鱼吃完了 还有吃那个什么 沙果叉 沙果叉 然后还有这个 罗汉果 罗汉果 都不错喝 罗汉果不错喝啊 它没有罗汉果的鲜鱼 所以我觉得很好喝一下 还有那个 鲜鱼也是很好吃 喜欢吃印度罗家的话 一定会喜欢那个鲜鱼 所以你们来这边的话 可以试试看那个鲜鱼 还有那个 沙果叉 沙果叉 它很特别 这个味道很特别 要试穿了 可是我看是没有试穿啊 它是讲要试穿啊 还有人接手 女儿不接手的就完了咯 就完了咯 OK咯 今天的那个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你们想要看我们的冰鱼 立乐游第二集的话 记得要订阅我们 要订阅我们 要给个赞我们 我们就会再拍第二集给你们看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 和按一下铃铃铃 谢谢